第3世多杰强佛办公室第19号公告 近日接到几个来自不同仁波且的寺庙和道场的咨询 询问第3世多杰强佛签发一个仁波且的认证书要多少钱 第3世多杰强佛办公室听到这种破天荒的奇谈怪论甚为震惊 为此特别请第3世多杰强佛做了一段定义性的公布 第3世多杰强佛说 真正的人波且不是钱能买得到的 不说是几百万美金在我这里买不到 几千万美金我也不会给你签发一份认证书 如果是真的人波且 一分钱没有 他还是人波且 但是我也不会签发证书来认证他 如果不是真的人波且 搬那一座金山还是当不穿人波且 真的假的我都不会签发认证书给他 我虽然是惭愧者 但无论你们是真的假的 只要按照我说的解脱到手印去做 利益众生多让众生闻法才是真的 真正的佛法必然归你拥有 办公室在此引述的告诉大家 一定要清楚的了解 持有法王人波且尊者的称号头衔并不代表就是圣德 谁是真正的圣德 谁是真正的师资圣德 是凡胎还是圣谷 一定要经过七师使证现场监考后的结果 是哪一类的胜量 持几星轮的师资证书 这是唯一的确证 没有第二个标准 正如第三世多杰强佛所说的 我不具指定谁是圣德 谁是凡夫的资格 释迦牟尼也不具指定 谁是圣德 谁是凡夫的资格 要通过七师使证 公众现场考核的结果 是唯一的标准 任何个体大圣德 均无资格代表做定论 第三世多杰强佛都说 他和释迦牟尼佛 都没有资格定论谁胜谁凡 要交由公众确定 可想而知 你们提到的那一位大德 宣称他讲的法是圣身大法 葬命传承 他能看到某人是凡夫 某人是圣者 某人前世与另外一人是什么关系等等 你们想一想 这位你们的上师 比起佛陀有几斤几两呢 这类人肉体凡胎 圣谷未竭 我执传身 根本没有资格讲授佛法 特此公告 第三世多杰强佛办公室 2011年4月26日 2月6日 3月6日